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hostbuster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要跟各位分享的這款玩具是The Last Knight Autobot Squeaks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包裝 正面這邊有Squeaks的一個劇照,那這個機器人是非常可愛的 拿著非常大的一管炮 Autobot Squeaks,旁邊這邊則是Transformers Premier Edition 看到後面則是它的商品圖,人型載具,還有它有一個基地模式 這邊則是一個推坑圖 這個飄移我也有購買,下一集會跟各位做一個介紹 這邊還有一個劇照,上面這邊有我們的大哥大黃蜂還有飄移 那這個盒子呢,就像這個樣子 接下來我們看到玩具的本體,首先我們先從載具形態開始看起 那這款玩具有附帶一張說明書 說明書印刷是黑白的印刷,打開是非常長一張的 說明的圖片看起來是不清不楚的,講的也是不明不白的 這個東西叫它滾到旁邊去,滾得越遠越好 這款Squeaks在電影第五集它是一個全新的角色 在它的載具形態是韋式牌的經典摩托車 那在這款載具的表現上,我個人覺得是非常的不錯 非常的可愛 雖然說跟真實的韋式牌機車有一點出入 讓我不禁懷疑這款玩具是否沒有順利取得版權 不過在它的載具形態之下,表現的也是相當的不錯 該有的特徵都有做出來 全身還有上一個舊化髒污的塗裝 雖然說塗的並不是說非常的好 但是這個意識是有道了 它所附帶這個拖車 它是可以變形成為一個基地形態 在載具以及人形之下都可以做一個互動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看到它的車頭,車燈用的是一個透明部件,這邊有上一個銀漆 把手也有做一個塗裝 整個車子看起來是非常可愛的,那上面有非常多這種 舊化髒污的處理 雖然說看起來並不是說非常寫實 給我的感覺比較像把大便塗在上面 雖然說這樣講有點噁心,但是真的有這樣的一個感覺 輪框是有上漆的,細節刻畫也是相當的不錯,非常的正點 輪胎的滾動性是沒有問題的,腳架收起來之後它是可以滾動的 那這個腳架搬下來之後它也是可以很平穩的放在桌面上 機器人的雙手就是收納在這邊,那下面這邊也有一些細節刻畫 看起來都是還不錯的,後面的椅墊是有塗裝的 尾巴這邊還有兩個類似火焰推進器的東西 是有上一個銀色的塗裝 整個機車無論在每一個面看起來都是相當的不錯 看不出來任何機器人的部件 那我有上網去找尾斯牌的實際圖片 它在車頭的這個部份以及旁邊這邊 其實做的並不是說非常還原 那我在想可能它的版權沒有順利的取得 所以說它為了規避版權把它的造型做的有一點出入有點差別 不過不影響這款機車的外觀以及美型度 我個人是相當喜歡這款機車的 在它的載具形態之下,車頭是可以旋轉的 前輪也是可以稍微做一個旋轉 腳架是可以收起來 也可以打開 其餘來說就沒有其他的可動性了 後面這塊東西是可以把它打開來的 在這邊有一個圓形的洞 它是要跟後面這個拖車做結合的 拖車的前面有一個球形關節 那這個東西就把它督進去 督進去之後這個機車就可以拖著這個車廂 那滾動性也是沒有問題的 在這個車廂的下面有四個透明的輪子 結合在一起我個人覺得看起來是還OK的 雖然說不知道它拖著這個東西到底要幹嘛 不過我想因為這個機車的尺寸非常的小 那作為D級的玩具它硬是加上了這個東西 來增加它的份量 那因為電影還沒有上映所以說不知道電影裡面 是不是實際有後面這個拖車存在 不過在玩具來看我覺得加上了這個車廂看起來是還不錯的 這個車廂是可以變形的 首先把上面這邊把它打開來 旁邊這塊東西把它打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接著在這邊以及這邊有兩個卡扣 把它分開來 前面這塊東西把它擺下來 旁邊這個手臂直接把它拉起來 下面這邊是有一個關節的是可以做一個旋轉的 上面這邊也有一個關節是可以做360度旋轉也可以往下往上 這邊也是有一個關節可以往上往下 所以說這個機械手臂的可動性是還不錯的 前面這邊是一個球形關節 後面這邊也有一個往上往下的功能 在旁邊這邊有一個工具箱它是可以打開來的 它所附帶的手臂是可以收納在這個工具箱裡面 還有它附帶的兩個把手也是可以收納在這個工具箱裡面 整個基地模式也有非常多這種髒污舊化的處理 細節刻畫也是相當的正點 非常的細膩非常的不錯 那在載具形態之下你是可以把機車放在這個基地台上面 那就好像這個機車在這個基地上面做一個維修的感覺 在擺飾上來說是非常的不錯觀賞性十足 它還有附帶一把大槍 那這個大槍跟手臂還有兩個把手 都是一個軟膠件 沒有塗裝細節刻畫是還不錯的 這個大槍在基地模式之下你是可以把它督在這個紅色的洞 就直接把它督進去 那這個大槍也有一個收納的地方 把這個摩托車搭配上這個基地模式之後看起來是非常非常的正點 展示性十足 非常的有看頭 在大小比例方面我們拿出領袖之證RID的RC 那兩款都是摩托車的載具形態 在大小來說是差不多大的 兩款都是低級的玩具 擺在一起來看也是相當的合適 非常的不錯 一款是經典的尾四排 另外一款則是重型機車跑車的形態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Revenge of the Fallen冰淇淋車 在電影第五集Squeaks這個角色 它的造型讓我覺得非常的可愛 讓我聯想到電影第二集的冰淇淋車 兩個載具形態都是非常討喜非常可愛的形態 我想就算平常沒有在玩變形金剛的女生 看到她們可愛的模樣也會想要把她們買回家 那這兩款一樣也都是D級的大小 擺在一起來看看起來這個機車是大了一點 但是在風格上我覺得都是非常可愛的 接下來我們再拿出電影第五集的Draft 那在這個載具形態之下兩款D級的玩具 這個機車的比例看起來明顯的就偏大了一點 不過擺在一起來看也是還不錯的 都是寫實風格的載具形態 那這款飄移我下一集會跟各位做一個分享 請各位訂閱我的頻道持續追蹤 如果可以的話按下旁邊那個小鈴鐺 可以接收第一手的訊息 這款Squeaks在它的載具形態我個人是相當滿意的 造型是非常經典可愛的摩托車 搭配上它的車廂 無論是展示性或者是可玩性都是相當的豐富 那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這種載具變為人形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這個卡扣把它鬆開來 這邊有一個勾 它是勾到裡面這個洞的 前輪把它往下放 接著在這邊有一條分隔線 把這個東西打開來 頭就是收納在這個裡面 把它翻出來180度翻到最外面 接下來把它的車頭旋轉180度 在這邊有一個關節 這塊平板是可以把它往上折上去的 然後再把後面這些東西順勢的一併合併起來 車頭是要收納進去 這裡有一個洞的 剛好扣在這個裡面 那要稍微的把它督進去 稍微的喬一下 把它督進去 把它扣緊 接下來把這個頭旋轉90度 在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這邊有一個洞 把這個東西把它督下去 眼睛把它翻出來 眼罩再把它蓋下去 頭盔再把它蓋起來 前面這塊東西在這邊有一些卡扣 把它鬆開來 把它往外挑一點 把這些卡扣都鬆開來 在它裡面是有一個雙關節的 把這塊東西旋轉180度 然後再把它壓回它的胸口 手臂把它挑出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它手臂挑到外面來 接下來把下面這個輪子旋轉90度 然後在這邊有一個關節 這邊也有一個關節把它往上抬 然後擺到旁邊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把這個關節往上抬 擺到機器人的側邊來 那這邊是沒有卡扣的 你是可以依照個人的喜好做一個擺放 最後再拿出它所附帶的這個把手 把它督到這個洞裡面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那我們這款SQUEEX的變身過程呢 就這樣子大功告成了 在變為人形之後呢 整體的造型看起來是非常非常可愛的 非常的討喜 那跟電影裡面的造型感覺也是相當的還原 非常的不錯 那接下來呢 我們來看一下它的細節 首先呢看到它的頭雕 它的眼睛是一個透明部件 兩個大大的眼睛看起來是碎汪汪的 那眼睛以及嘴巴都有上銀漆 帽子的部份呢有一些髒污的處理 這邊呢還有一個破洞 展現出它這個機車老舊的程度 胸口的部份呢一樣都有這些髒污的處理 旁邊的輪胎處呢也是有這些塗裝在上面的 那整體的造型看起來是相當的可愛 非常的迷你非常的可愛 非常的不錯 看到後面呢基本上也沒有什麼太大的背包 那因為這個角色的設計跟一般的變形金剛是比較不一樣 它是比較偏可愛路線 而且它並沒有雙腳它是有兩個輪子所取代 不過我看電影裡面的劇照呢它好像一邊腳是一個拐杖 它只有一邊是輪子 那在玩具上呢並沒有忠實的呈現出來 不過我並不是說非常在意喔 我還是非常喜歡它人型的表現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它的可動性 首先這個帽子是可以打開的 眼睛這個部份呢也是可以往上抬的 如果你想的話呢你是可以做到 像這樣子 好像在飛行咻~~ 頭是可以轉動的 但是很容易被旁邊的把手所阻礙 所以呢我會建議抬起來一點點 轉動的幅度可以更大一點 手臂呢是可以往上往下 旋轉是一個齒輪關節 這邊呢還可以有一個往裡往外的關節 輪子是可以往外往下 隨個人的喜好做調整 你也可以把它擺到後面來 看你個人喜歡怎麼擺 你愛怎麼擺你就怎麼擺 起落架呢是可以收起來也可以打開的 那打開來呢這個人物的站立性會比較好一點 那基本上它的可動性就是這個樣子喔 沒有什麼太大的可動範圍 它所附帶的手臂在細節刻畫上看起來是相當的不錯 用的是一個軟膠件 在這邊有一個凸 你是可以把它督到手臂上這個洞的 那把它督進去 督進去之後呢看起來就像這個樣子 那可能在電影裡面呢它是可以變換一個手臂的 看起來呢是還OK吧我也 嗯怎麼說 就有一點詭異的感覺啦有點不搭有點不配 安裝上這個手臂之後呢你就可以拿出這把大槍 督在這個手臂上面 那拿上這個大槍呢 喔它就會倒下去囉 所以說還沒攻擊到敵人呢它就自己先自爆了 哇 喔 彎腰 喔 那這個東西呢我個人是覺得蠻鳥的喔 連拿都拿不穩這個東西丟到旁邊去就滾開了 這個手臂也不是很好看走開 它所附帶的這個車廂呢在人型之下也是可以跟它做一個互動的 首先呢就是把這一片打開來 接著呢在這邊有一個凸 對應它背後這邊的洞呢 就把它督進去 那督進去之後呢它就可以背上這個東西喔 上面還有一個遮陽板的感覺 那這個造型呢給我聯想到了什麼你知道嗎 倩女優魂的涅彩城 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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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噔 小倩小倩 彩城彩城 這個造型讓我感覺非常像涅彩城窮書聲的一個造型 後面還背著一個書架 上面還有一個遮陽板 擋雨板 你覺得有像嗎我個人是覺得 還蠻像的喔 裝上去之後呢我心裡就浮現了這首音樂喔 D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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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大概是這個意思喔 在大小比例的時候我們拿出一樣是電影第5集DELUXE CLASS的Drift Hunt 以及我們的大哥永遠的大哥,大哥之中的大哥 Optimus Prime 那這些是電影第5集所出的一些博派角色 擺在一起看就像這個樣子 這一款電影第5集的SQUEEX 無論是載具或者是人型都是非常討喜,非常小巧可愛 算是一款非常精緻的玩具 加上它所附帶的車廂還可以變形成為基地維修站的模式 無論是在擺設或者是可玩性來說都是相當的不錯 再加上這款玩具是一個全新的角色,全新設計的模具 所以說我還是非常推薦這款玩具的 那今天這款SQUEEX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謝謝大家,下次見,掰掰